嗨 各位好 我是挖寶去安哥 今天我要來分享 有關進入秋冬季節 我們挖寶必須要怎麼照顧 其實這些分享的內容 在一年前 或者是兩年前 只要搜尋挖寶去空一格 搜尋秋冬季節 就有相關飼養 跟如何照顧寶寶的方式 那由於最近的天氣的變化 已經 不能說每一年都是固定的狀況 所以我還是得跟各位分享一下 現在的經驗 那 今天算是正式入秋了 正式入秋 那入秋的情況下 我們該注意哪一些事項 第一個 如果 你有看到你的挖寶 尤其是幼挖階段 就像我們這一隻草莓角蛙 其實這個是幼挖 它這個狀況已經進入了休眠 眼睛的眼皮往上提 縮起來 那外面的皮膚 稍微看到 這個乾燥的 還有一層皮 把它包覆起來 像這樣皺皺的包覆起來 但是它身體的旁邊還是胖胖的有沒有 還是胖胖的 其實它這裡面 這裡面就是它的水分 把它包覆起來 避免流失掉水分 避免流失到水分 不然就有可能會太乾燥就會掛掉了 那 在這個情況下 我不大建議 讓你的幼挖進入冬眠 原因很簡單 原因很簡單 你的幼挖 目前 還很小隻 它所攝取的營養 跟蛋白質 沒有到很充足 如果你讓它休眠的情況下 有可能會 真的就是一覺不及 睡睡睡睡睡 睡到晚就投胎了 各位了解我意思嗎 因為它的那個 攝取的營養不足 有可能睡睡睡就會投胎了 那幼挖要 冬眠的機率高嗎 我只能跟各位說 你的環境會取決於 這一隻挖寶 會不會進入休眠狀態 第一個就是它的溫度 腳挖適合的溫度在 28到32左右 在這個左右 28度以上 以上 到32度左右 那當然有的人 會想要使用 加溫的方式 那 這個部分 可能也會講得更多 那我希望各位 在 在 YT的部分 一樣 我剛剛有說 打挖寶去 空一格再搜尋 秋冬如何飼養你的挖寶 在影片裡面 安哥都有分享 無論你是要用 燈 或者是要用加溫電 或者是要用土 或者是要放在哪個環境 讓安哥 有比較詳細一點的影片做介紹 我們今天介紹只是說 進入秋冬之後 你該注意的哪幾項問題 好 再來 這隻是我們叫的 那個 龍眼 這個叫 龍蚊腳蛙 你看 陳蛙 它這隻 它就還沒有進入休眠的狀態 它現在還沒有進入休眠的狀態 它皮膚也是一樣乾燥的 那如果說 像 這樣子的狀態的話 只要你的蛙還願意吃 各位了解我有意思嗎 它還願意吃的情況下 最好在真正入冬天之前 你要餵食它 它如果要吃的話 你一定要餵食它 讓它可以度過這一個冬天 最起碼 它冬天休眠的時間 可以長達 二到三個月的時間 我再重複一次 但是 蛙在休眠的時候 它長達時間 可以二到三個月的時間 都不需要進食 沒有吃任何東西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部分 只要你的蛙 在秋天之前 溫度 溫度 你沒有用任何加溫的情況下 沒有用任何加溫的情況下 它還願意進食 那你就是少量 少量就好了 不要多量 不要讓我說 安哥講說 冬天他還能吃 我們就一直餵一直餵 不行喔 不行 還是一樣 定時定量 定時定量很重要 好不好 好 定時定量很重要 OK 好 再來就是 進入 進入休眠的 陳蛙 有可能 有的蛙的 那個 環境 跟方式 不太一樣 像這隻 我們家的巴拉 已經進入休眠 將近第三個禮拜 你看第三個禮拜 它同樣這個姿勢 同樣這個姿勢 但是它的身體是腫脹的 它三個禮拜已經沒吃東西了 各位 三個禮拜沒吃東西了 但是它這裡面都是水分 旁邊都是水分 那相對的你看 這裡面也都沒有水 也都沒有水 那當然 你放水的情況下 它有沒有可能進入休眠 還是有可能進入休眠 因為溫度太低 但是它要泡著水的情況下 有可能它代謝出來的尿 就有可能很容易感染 所以安哥會希望各位 用乾癢的方式 讓你的蛙進入休眠 好不好 那我們要不要知道 它到底還沒有活著的情況下 其實可以輕輕的觸碰 觸碰 觸碰它的身體 然後下巴會有回應 有沒有 身體也會動一下 這個就是還活著 那你就不需要再打擾它了 好不好 好 OK 再來 再來補充一個 齁 在秋冬的情況下 蛙沒有休眠的情況下 我們需要幫它做游泳 定期保養的方式嗎 其實是不需要的齁 不需要 那你如果真的要幫你的蛙 做這個動作的話 你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小心喔 用常溫的水 從旁邊 從旁邊 倒下去就好了 不要直接淋在你的蛙身上 蛙身上的溫度 它是隨時會變化的 它是變溫的動物 無論你什麼樣的天氣接觸蛙 你的蛙的身體都是冰冷的 千萬不要用溫水 千萬不要用溫水 千萬不要去用溫水 來幫你的蛙泡澡 或者是放在裡面 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身體溫度所接觸的溫度 你認為只有20度 但是在蛙的體溫裡面 你20度下去 有可能是迅速達到30度 安哥有說過齁 蛙寶在瞬間溫度差3到5度之間 很容易就會細菌感染了齁 免疫系統下降 這部分各位要特別注意一下 OK 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可以私訊給我 或者在下面留言 我是蛙寶區安哥 有任何問題可以私訊給我 或者是留一些正面齁 我們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還是說你有比較好的方式 有比較好的方式齁 也可以給安哥參考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掰掰 拜拜